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27轮 由上海神花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 惊户大战赛季的第二次交锋 首次和交锋上海神花是2比0战胜了北京国安 看这个角球 好球啊 张玉宁啊 我真抢到了啊 神花队现在防线防守的时候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赛季初的时候呢 别是太大了 我们先看这个球 余汉超 庄子星之间的连线 好球啊 能不能追上朱宝杰 够回来 有机会 王毅来了 1比0 杨旭的助攻 王毅的进球 王毅也打进了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 这球 看 是吧 是杨旭吧 给余汉超 然后送一只 但是他给了一二供 他不是给了杨旭 是吧 他给了一二供 这是关可能有点没想 大家注意力都在杨旭这 这球阿德伯罗啊 他应该盯个人 他自己这下风筝了 是吧 捞下来 感觉没完全出啊 对 真没出 杨旭最后传的下 其实没有完全替合 对 他这速度呢还是有 速度是有 冲击力也是 哎呦 这个球张玉宁 这是曾成没开好 张锡哲有远射的机会 张锡哲打得不错 好球啊 曾成 真稳 这球如果再早落地 谈地一下这种雨天呢 这是最有威胁的这种球 第二次 机会来 这个球没有顶好 阿德伯罗 看观看这波反击 能不能打起来 蚩中锅过了 找得不错 阿德伯罗 中路有机会 张鞋哲奔到右路 能打了王刚 哎呦这脚打得太离谱了 还有张锡哲 再打到右车 张锡哲帮助球队 扳平了比分 打了一时间差 是吧 他在脚底下那一下 你看他等 现在这一下 王刚这一下 这王刚这太离谱了 这个车门 现在他打出来 你看 是吧 打了一时间差 节奏真好 张锡哲 推了一个 再看啊 远角 再看 就这么疼 穿刀 穿俩人当啊 穿俩刀 我的天 张锡哲这上帝视角啊 他只能 这怎么算的 这从这俩人当里边穿进去 只能借大狗了 人都已经把这缝都给挡住了 第一点 这是汪海健 汪海健的身高啊 也是足够的 迈比江传得不错 梅米抢到了第一点 还有江强佑 这脚没打好啊 还有其他的 其龙链 哎呦这个手 选择直接推射 对机会 没推好 江强佑啊 左脚 拉球的球员 这球拉不住 这雨天就你别拉球了 对我就爱拉球 你这一下雨就完了 你根本拉不住 好球啊 张玉宁 逆转了比分 张玉宁 这赛季的第17个连赛进球 这脚打得太清脆了 张玉宁啊 打得真好啊 张玉宁这脚 再看啊 中间撞 小鱼又这球推的呀 这本来过去张玉宁也干这活 中间撞给队友 是吧 做墙 高天忆的助攻 对 这换篮球规则 啊 球一出界 一死球就停表 就停表 他现在的意思 看着这个 有可能 可以多连可能也就这样 是吧 张锡哲 好球啊 没米还有 这两下 第一下打得挺好 好反应了 是吧 这就是本能 你看 第一下打得可以 是吧 挡出来 实力上应该说 国安确实还处于 战优的一方 这场比赛 好 这时候太平安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北京国安 二比一 逆转了上海森花